Yokic 18伐太多了吗? 胡人该坚持侧翼海吗? 太阳内部风暴来袭 哈喽你好我是蒋尼 今天是12月26号 昨天NBS没有赛事的 今天NBS安排了所谓的圣诞大战 实际上任何一支球队 可以在圣诞大战中登场 都表示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 是得到了官方的关注 又或者是他有话题性 比方说NBS上两支总冠军 次数都是17次的球队 绿三军跟胡人队在今天就正面对决 虽然目前胡人队是先拿下的第18冠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 所谓的18冠是锦标赛的冠军 并不是季后赛的总冠军 所以最终到底是哪支球队 可以先拿下第18座总冠军 我相信这也是非常多球迷 以及媒体好奇的地方 另外高文旗的勇士队 以及拥有三巨头的太阳队 在今天都是有出赛的 而我们今天的焦点 也会集中在这三场比赛 毕竟胡人太阳勇士队 目前在排名的部分 是在西区的90-11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赛事 会集中在这三支球队上 不过一开始 我们要先介绍两名球员 一位是尼克队的 Jaren Bronson 一位是热火队的 尼克今天的对手是公路队 Jaren Bronson全场是攻下了38分 而且第四节末段 两次单打Demian Lillard的回合 都让我自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目前全民新赛的部分 已经在投票了 东区后场先发的部分 包括六马队的哈利伯腾 或者是公路队的Demian Lillard 甚至是球员的Mexi 都非常的有机会 不过这里我想要帮Jaren Bronson 拉个票 因为本赛季打到目前为止 场均可以攻下26分 另外送出5.9次助攻的他 也绝对有资格 站上东区先发的位置 另外热火的新秀 黑克里斯 在今天则是攻下了 生涯新高的31分 这也帮助球队 打败的东区 强权76人队 实际上目前年度新秀的部分 虽然还是以 Track Home Green 或者是斑马为主 不过黑克里斯 不管是球技 或者是外形的部分 都非常出色 所以在这里 也要请各位球迷 多关注这名新秀 好 接着来关心勇士队尽快 今天勇士队在客场输球之后 不但终止了最近的5连胜 而且胜率的部分也回到5成 实际上今天这样比赛 勇士队是有机会赢球的 不过可惜的是 浪花兄弟在关键时刻的 两次出手都没有把握住 比方说画面上这个回合 克里斯在关键时刻被对手包夹 把球回给Chris Paul之后 Chris Paul再把球传给 Wiggins 然后再传给K-Town K-Town在第一拍就选择出手 不过他是被身高6尺10的 小Porter 扒了一个火锅 接下来换成球队一个 克里斯 球发进来之后 他虽然在第一拍 有晃了对手一下 不过Jamanry在第二拍 还是有做一个干扰的动作 这个球克里斯也没有投进 再加上比赛末段的这个回合 勇士队是发生了一次防守失误 这一球斯当Yokic 来了一次轻松的灌篮 所以今天对金华来说 当然是所谓的圣诞快乐 因为球队不但赢了球 更重要的是 目前球队已经拿下了 第二十二场比赛的胜利 目前胜场术的部分 跟西区第一的互养队一样 虽然金华队目前还是西区第二 可是目前也只差换队 两场比赛而已 好这里我们简单聊一下 勇士队的状况 实际上今天浪花兄弟 都是熄火的状态 这两名球员在外线的部分 一共投26只中6 这当然是今天球队会输球的原因之一 这里我们要注意和全民是K堂 因为今天他只有攻下了9分 不过实际上他已经连续6场比赛得分 至少都有20加了 所以目前他的状况 跟球技出相比是回稳非常多的 这一点要恭喜勇士队的球迷 另外今天上比赛 勇士整个板凳群 合力士攻下了超过50分 更简单的说 今天板凳群的表现比先发来的好 就这个部分也要请勇士这些板凳球员 继续保持下去 毕竟嘴率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场上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 另外这里我们花点时间聊赛后的问题 勇士队的总教练 Steve Kerr接收媒体访问时表示 他对于Yokic拿到了18次罚球的机会 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 而且他说话其实蛮重的 因为他表示如果他是球迷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他是不会想要看的 直白说裁判吹得非常差 也就是非常保护主场的球员 可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 克的说法我是完全听不下去的 接着我们来看几个回合 比方说这个回合 Yokic自己持球过半场 队友帮他进行掩护 之后画面上看得非常清楚 David's的手就是勾到Yokic了 这也让裁判有了一个吹犯规的机会 另外像这个回合 Yokic只是想要帮自己的队友 进行一个掩护而已 可是很明显Saric就跟Yokic在身体上 有一些对抗 而全民要知道是以上这两个回合 都出现在加罚状态 换句话说光是这两次犯规 就送给了Yokic四次罚球的机会 更别提Yokic有好几个回合 都是直接往勇士的禁区撞 而勇士禁区不管是Saric或者是David's 要单防Yokic老实说都是有难度的 因此我自己的看法 在球队没有嘴绿的情况下 被对手强攻进去 再加上有很多不必要的犯规 所以Yokic拿到18次的罚球 听起来好像很多 可是我自己的看法真的还好 另外这里我再举个例子 日前智博哥在对上六盘的比赛中 全场是炸了64分 那场比赛他有32次罚球的机会 实际上那一段影片中我们特别有提 如果你光看数字你会觉得很多 可是当你看到他打法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出现32次的罚球 因为他每一波进攻都是往禁区撞 而且是拉开空间之后的坦克切 所以站在六马的立场 很多时候只能用犯规来终结掉这个回合 这里我想要讲的是Yokic的18次罚球当中 一定会有些回合是50-50的吹判 不过今天是在金块主场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比较简单 那就是当你在抱怨Yokic为什么会有18次罚球的时候 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下球队阵容的缺陷 好接着我们来关心胡人队绿三军 虽然今天这样比赛胡人队是输球的 可是我希望胡人球迷不用太沮丧 毕竟目前这是球队正在实验所谓的封线海 而今天只是第二场比赛而已 跟直白说当你想要换一套打法的时候 一定都会有所谓的阵痛棋或者是磨合棋 比方说快点队四巨头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今天这样比赛虽然输球 可是我自己的看法真的还好 因此我也希望这套先发阵容可以保持下去 因为目前看起来Dianjio Russell 这两场比赛在板凳上表现的都比先发来的好 好接着我们来聊一下胡人队目前的状况 我们在上一支胡人风险海全解析的影片中 有提到这个阵容的优缺点 而今天这样比赛就完整的诠释了这套阵容的缺点 这里我简单的讲 当你先发阵容中之后 AD跟LeBJ有自主进攻能力的时候 换句话说球队是非常吃他们表现的 这样比赛AD攻下40分 他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LeBJ的状况其实不太好 其中特别是投篮命中率 这里我想要讲的是你其实也不能怪他 因为目前的这套先发阵容 他是场上的引擎 也就是一号位 换句话说他的部分除了要自己得分之外 也要帮助队友得分 可是胡人这套先发阵容里 Vanderbilt的部分虽然防守能力非常好 可是基本上他是一名没有外线的球员 再加上Can Redish跟Prince都是所谓的3D球员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在进攻端想要帮更多的忙 那就是外线的部分必须要可以把握住 可是球迷要知道的是 Can Redish整个12月的3分球命中率是不到2成5的 所以目前这套先发阵容 虽然防守端的部分还OK 可是进攻端是非常容易当机的 好 接着谎调的是板凳三雄 那就是AR Dianjio Russell跟巴春雷 现在这样比赛AR跟Dianjio Russell的表现都不错 可是巴春雷是熄火的 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那就是我在进攻端上如果想要保持活力 场上除了AD、LeBron James跟AR之外 我可能还必须要放Dianjio Russell 否则我就只能希望Prince、Can Redish以及巴春雷 这三名拳人之中有两名拳人在当天的外线是稳定的 这样球队才可以在关键时刻保持以后卫三封线 再加上一中锋的配置 也就是在攻守两端上会比较平衡的阵容 另外为什么我会希望虎人队这套阵容要坚持下去 因为坚持下去你才会知道这支球队目前缺的是什么 比方说Dianjio Russell 这场比赛只有上场18分钟 上场比赛是打了17分钟 实际上如果虎人队先发阵容是要玩所谓的侧翼海跟风险海 那么Dianjio Russell跟AR在场上定位是重叠的 而刚刚我们提到这套先发阵容中 Vanderbilt是一名没有外线的球员 再加上球队1号位Vincent目前是受伤的 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你想要加强这套先发阵容在进攻端上的火力 那么球技中球队是可以透过交易进行补强的 比方说拿回一位有外线的3D球员 这样就可以加强你先发外线火力的部分 实际上我自己的看法 虎人队如果想要玩所谓的风险海 那么板凳上1号位的部分只要有AR就足够了 简单来说我自己的看法 让他每场比赛都上场30分钟以上 也就是最佳低伦的角色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火轮队目前这套先发阵容可以保持下去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才会知道这支球队到底缺的是什么 另外如果球技中 总教练想要把D-Low或者是AR 再次大会先发阵容也可以 可是现阶段当你在尝试新阵容的时候 你必须要花多一点的时间以及耐心 否则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进行这样的实验 至于绿战军的部分我想要请球迷多关注小白这名球员 实际上他目前是这支球队的助攻王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投篮命中率或者是三分球命中率 他的表现都不会比双J来的差 而且目前场上正负分正十分也是全队最高的数字 所以绿战军的部分除了双J之外 我想要请各位球迷多关注小白这名球员 好最后我们来聊太阳队 今天太阳队在主场是败给了独行侠 而且这里要注意的是帅哥Luka Doncic 全场是狂轰烂炸的50分 另外还有15次助攻的表现 所以NBA圣诞节的MVP当然就是Luka Doncic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里我们要聊的是太阳队的状况 因为太阳在输了这样比赛之后 球队胜率已经跌破5成了 老实说球技初如果你告诉我在KD是健康的情况之下 太阳队的胜率会跌破5成我打死都不会相信 可是NBA就是这么神奇 即便目前Buka是健康的 可是太阳队的胜率还是跌破了5成 这里我想要讲的是目前太阳队的情况 已经不能用球队没有Brady Beer来当理由了 因为不管是KD或者是Buka都是年度前三队的球员 另外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太阳队目前内部是有些问题的 比方说Golden在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他在进攻端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 这里指的是出手次数以及球权的部分 另外根据媒体的资料显示 死神KD对于球队目前的状况是非常不满的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Brady Beer大小伤不停 另一部分就是他认为这次球队的板凳战力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目前KD对于太阳队现在的状况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 不过这里我想要讲的是当太阳队引进第三巨头 那就是Brady Beer的时候 其实团队的心知就已经爆炸了 因此球队也只能用底薪进行补强 更直白说这样的阵容其实很难再升级 除非球队在把中锋Nukic 或者是后场大手Greyson Allen送走 可是实际上这两名球员队太阳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球员 所以在Golden或者是KD都有一些抱怨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目前球队胜率不到5成 我个人的看法接下来太阳队的部分已经不是战力的问题了 而是要先解决内部问题的部分 这里我就直接点名是死神KD 我个人的看法太阳的球团或者是总教练 必须跟他好好谈一下 否则这支球队很有可能会变成本赛季 最让球迷感到失望的球队 毕竟球季初大家对于这三巨头的期待都非常非常的高 好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圣诞大战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至于你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聊天别吧 拜拜 拜拜